国安出手,地都得懂 一些居心叵测者妄图兴风作浪,趁乱牟利 不仅有看空者做空者,还有唱空者掏空者 企图动摇国际社会对华投资信心 妄图引发我国内金融动荡 这段话是谁说的呀 出自于国家最高安全机关国家安全部 在10月2号发表的一篇文章 之前我提到最新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有两大重点 一个是定掉了金融强国 二是化解风险 随后金融系统的各个部委 像央行证监会,金融监管总局等等 都开始学习贯彻这次的会议精神 那这次国家安全部发文 其实也跟金融系统的各个部委一样 学习贯彻 但是呢,鉴于国安部的特殊身份 这次有不少值得挖掘的信息 首先呢,来看一下作者安平 这种呢,通常是笔名 就会有点类随人民日报的人仲平啊 国际评啊等等 它属于是谐音 代表的是国安部官方的声音 其次呢,文章里提到了 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 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呢,金融和风险始终相伴 然后举了一些其他国家的例子 就是由于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不把控好 导致经济长期衰退 多年的社会发展成果 和社会财富毁于一旦 像次贷危机,欧债危机 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 搞到很多国家经济失速 金融失信 社会失衡 民众失业 从这些表述来看的话呢 国安部门是已经把维护金融安全当成了重点工作任务之一了 要坚决防止咱们中国成为文章中所列举的那些国家 在举了广的案例之后呢 接下来又说了一下现实的情况 文章里说 目前经济金融风险的隐患仍然较多 个别的国家把金融当成了地缘博弈的工具 屡屡玩弄货币霸权 动则呢 就挥舞着金融制裁的大棒大打出手 这里呢 虽然没有点名 但相信大家都知道说的是谁啊 然后呢 文章接下来还说了 一些居心叵测者妄图兴风作浪 趁乱谋利 不仅有看空者 做空者 还有唱空者 掏空者 企图动摇国际社会对华的投资信心 妄图引发我国内的金融动荡 注意这两段表述啊 前面说的是大国之间的竞争和博弈 后面这段则是针对某些团体和个人了 唱空 看空 属于动动嘴皮子 做空和掏空则是已经行动了 本来呢 就用市场上有买有卖很正常 如果都是一致性的意见 那就不会有成交了 但是在目前这个形势下 凡涉及到这四大空的人 接下来可能就得注意一下 力度掌握好分寸了 尤其是做空和掏空的 那说完了现状之后呢 就是具体应对了呗 在文章里面说了 国安部将会与各地区各部门一道 牢牢掌握维护金融安全的主导权和主动权 要把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 对于金融领域的国家安全风险 密切监测 准确预判 有效防范 从央行 证监会等等的金融监管部门 再到国家安全部门 都迅速对于金融安全工作做出了部署 那接下来可能就是具体的行动了 站在目前这个市场 可能作为参与者需要拎清楚一点了 就是有的钱呢 的确属于可以赚 但不能赚的兴致了 在咱们的历史上有太多的案例了 比如说像黄首富啊 徐舵主啊 因为有的钱即便你赚到了 也不一定能花 长城把比亚迪给举报了 这两家市值加起来都上万亿了的新能源车企 居然打起了热战 今天上午 长城汽车在官博上公开举报比亚迪的两款车型 说是涉嫌整车蒸发污染物排放不达标 并且督促环保部门予以立案 而比亚迪也快速做出回应 声称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不正当竞争 并且保留诉讼的权利 大概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测试车辆是由长城购买保管并且送检的 他万一动了手脚呢 而且应该在完成了3000公里的磨合之后再检测 而长城捡的车里程只有450到650公里 并且表示随时欢迎有关部门上门检查 最后呢还强调了 说是国产新动员车发展至今相当不容易 希望同行能够多做一些有益于行业的事情 我觉得这件事情呢 至少可以看出三个关键点 首先第一点 长城质相当于是把比亚迪拉上角斗场去拼刺刀了呀 今天只有一个人能站在场上了 那比亚迪这两款车型已经占到四月份销量的三分之一了 要真出什么问题的话 比亚迪今年的财报肯定是相当难看的 而长城也并不是稳赚不赔 这件事情堪称是新能源车企热战第一案 影响力巨大 如果最后发现比亚迪没有什么问题 那长城的品牌形象就会严重受损 甚至还要戴上阴险小人的帽子 比亚迪回应之后呢 长城汽车股价直线跳水 最低跌到了7.3% 也可以看得出来投资者对于这个事情的担忧了 第二长城汽车选择在网上公开举报 我觉得可能有两方面的考虑吧 一方面可能是极度的自信 他有充足的把握确定这两款车 就是存在了这个排放的问题 另一方面呢 比亚迪是国产新能源汽车绝对的龙头 长城或许害怕监管机构为了保护产业和龙头企业 把这个事拖延甚至搁置了 所以干脆就利用舆论的力量公开宣战了 第三比亚迪的这两款车或许真的存在问题 但是呢作为竞争对手 长城把这两款车翻了个底朝天 最后只发现了这个环保问题 那可能说明整体质量还可以啊 这或许也是比亚迪的股价的跌幅 反而比长城还要小的原因之一 那他俩到底谁对谁错我不知道啊 但我觉得这种事情在这个行业内迟早是会发生的 毕竟同行比消费者更加懂产品 我觉得只要不是过分的恶意竞争 最终呢能够使产品的价格更低质量更好 对于消费者是好事 其实每个行业都会有类似的事情 就像当年家电行业搞内卷 这个格力跟奥克斯普瑞撕扯了多年一样吗 新能源汽车产业也会在撕扯中前行 长城汽车和比亚迪只是打响了第一强 中国车企排着队的想去墨西哥建厂 但是美国却很不乐意 正想把阻挠 这个事情是这样的 为了限制中国企业 美国把墨西哥扶持成了自己的汽车产业的大后方 可是没想到的是 中国居然又成了墨西哥最大的进口国 反正现在就搞成了中国技术 墨西哥组装 美国销售的局面 早在1994年的时候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 墨西哥生产的汽车是可以免税 或者是低关税的进入到北美市场的 随后呢 世界各国的车企都跑到墨西哥去建厂 不过那会儿咱们的汽车行业还没什么影呢 时隔了26年之后的2020年 美墨加三国协议生效 新的协议里面规定 北美地区产的汽车 只要符合75%以上的组建产自本地区的 就可以享受零关税 那这一下子 劳动力成本只有美国三分之一的墨西哥就更加吃香了 世界各国的车企简直就是跑步进入到墨西哥设厂 然后再把车卖到美国这个全球第二大的汽车市场 2022年墨西哥生产的330万辆汽车中 有286万辆出口 面向美国出口的就高达222万辆 占比达到了77% 墨西哥生产的车可以零关税就用到美国 但其他国家的就不行了 得交税 像美国对中国汽车的关税高达27.5% 对欧盟也要收10% 特斯拉之所以能够一桶美国电动车的天下 就是有很大部分原因靠着高关税和补贴 以Model 3为例好了 在加州可以享受到7500美元的周福补贴 还能享受7500美元的税收减免 综合补贴超过10万人民币了 所以说呢 咱们的电动车虽然有跟特斯拉竞争的本事 但就是进不去美国市场 不过呢 墨西哥这么多年以来 一直都没有太深的技术积累 没有自主品牌 都是欧美日系车企在墨西哥建厂 那这波电动车的发展 它也没跟上 这样一来咱们就抓住机会了 2022年墨西哥成为了中国整车出口最大的市场 截止到今年10月份 中国品牌占了墨西哥汽车总销量的接近五分之一了 毕竟咱们是新能源车的产能过剩 价格都卷上天了 大家都想走出去 到今年的11月 我国出口新能源车160万辆 同比增长了87% 但是呢 我们最主要的海外市场还是像西欧啊 东南亚这些 北美不带我们玩 所以说呢 现在国产车系 看着墨西哥真的是越看越顺眼啊 更有意思的是 马斯克真可以算是把咱们整个电动汽车产业链 领进墨西哥的工程了 今年的3月 特斯拉不是宣布要到墨西哥去建一个超级工厂吗 面积会是上海工厂的20倍 会是全球产能最大的汽车工厂 那为了保证2025年它能够投产 特斯拉就要求咱们的汽车零部件供应商 也都赶紧搬到墨西哥去建厂 因为特斯拉也要符合75%的零部件来 中国楼市版的4万亿刺激政策会来吗 房地产对经济的拖累是不争的事实了 取消限购限贷 买房送户口这些的政策都已经给出去了 但是疗效好像一般 然后呢 我们看到彭博社今天出了个小作文呢 他说呢 中国正在考虑一项计划 让各个地方政府购买数百万套库存的商品房 如果这事要是真的的话 那绝对算得上是旧地产的最大招了 所以呢受此消息的影响我们看到今天有多只地产股涨停 万科的债券更是大涨了20%以上盘中零挺 这个事可行性有多高呢 如果真是购买几百万套 全国重点城市有一两百个 那每个城市平均至少能有上万套 以杭州为例 目前库存新房将近4万套 要是直接干掉1万套 压力肯定就轻了不少嘛 不过呢 话说回来哈 杭州的库存已经算是少的了 目前全国库存房屋总面积3.3亿平米 平均去化周期达到25.3个月 而这个数据得达到18个月以内才能算是健康的 现在是已经超过2016年时的历史高点了 即便未来不再新建筑房 无锡的房子还能卖个五年半的 重庆的房子还购卖9.8年 东莞的房子还购卖8.3年 所以呢 你看房子太多了呀 所以房价一直跌 但是房价越跌 大家越是不愿意买 现在很多地方房价下跌的幅度已经超过首付比例了 再跌下去 没准可能都要引发系统性风险了 所以呢 在这个节骨眼上 小作文说 国家正在考虑要不要直接下场买房 这个事儿听起来并不虚 毕竟在年初的时候 黄旗帆就已经这么建议过了 他说呢 当房价下跌30%的时候 政府完全可以把库存的商品房买过来 改为保障房租赁房 而就在刚刚哈 杭州临安区已经宣布了 说要收购一批商品房用作公共租赁住房 难道这回的小作文这么快就开始兑现了吗 那政府下场买房 这个事儿效果会怎么样呢 其实2022年 就有些城市已经开始试点了政府买房去库存 比如说 苏州是回购了1万套的新房 郑州呢 是回购了一些积压的线房准线房 作为人才安置房 济南呢 也收购了3000套商品房用于租赁 像苏州效果就比较明显 政府下场之后呢 确实有看到成交量开始回升了 因为政府下场买房 相当于是一个托底信号呀 这就是一种预期管理 那这么该需要多少钱呢 钱得从哪里来呢 有机构测算说 要把楼市的库存去化周期 压降到18个月以内的健康水平 大概得需要7万亿 这个数字相当于 今年整体赤字规模的78%了 要真的有如此天量的资金杀进楼市 效果真是可想而知了 可问题是 7万亿的天量资金呀 去哪里凑呢 按照小作文的说法是 这大A股到底还有多少的规则漏洞啊 现在大名鼎鼎的高领资本旗下的投资公司 也因为涉嫌违规被证监会给立案调查了 怎么一回事呢 有人发现这个高领资本很可能是 已经通过了转融通 悄悄把龙基绿能的股票给减持了 高领是在2021年初的时候 出现在龙基的前十大股东名单里的 占比5.85% 这个比例一直维持到今年一季度都没有变 然后在三月底的时候呢 龙基发了个公告说 高领这位股东准备借出1%的股票半年的时间 也就是转融通 当时高领自己还说了 哎呀我已经把股票借出于这么多了 所以我现在已经不属于5%以上的股东了 但那个时候呢 市场都没怎么关注这个事 因为两融业务融资是做多 融却是做空 想要做空的人呢 就得找人借股票 高领把自己的股票借出去 是可以收点费用回来增加收益的 这是规则允许的正常操作 可问题是 这没有一个模糊的地带 就是股东把股票借出去的时候呢 他又不是减持 所以现有的减持规则管不了他 同时呢 有一部分的股票不是转到别人名下去了吗 所以这位股东的持股实际上是变少了的 最重要的是 转融通借出去的股票 虽然要在规定时间里还回来 但是对方可以还股票 也可以还现金 所以呢 股东把股票通过转融通借出去之后 到底有没有减持 会不会减持 外人谁能知道呢 拿这个案例来说好了 龙基在三级报里面说 高领之前 通过转融通借出去的那些股票 已经在9月22号全部还了 可问题是9月30号的时候 高领持有的龙基股份却从今年一系统时的 5.85% 变成4.98%了 虽然市场当然有足够的理由怀疑 高领是不是用转融通业务做掩护 躲开了5%以上的股东 减持需要提前15个将日预告的规定 然后就这么偷偷的 悄无声息的减持掉了 0.87%的股份 而且呢 这个事不光高领一家有可能这么干了 某家文化传媒上市公司 在4月份的时候说 他的5%以上的一位股东呢 要转融通借出股票了 持股的比例降到了4.999% 结果8月份的半年报里 这位股东的持股居然就只剩4.15%了 还有另外一家金融IT公司啊 他持股超过6%的股东 先上转融通 把持股比例降到了4.9999% 到了今年三季报的时候呢 居然持股比例只剩2.29%了 都属于是完全没有预告 就悄悄的把股票给卖了 这个漏洞太吓人了 减持新规之所以要求持股5%以上的股东 卖股票必须要提前预告 就是为了维护市场的稳定 可是现有机什么情况呢 上上下下都在使叫的吹气球 期待A股能来一场轰轰烈烈的牛市 可是没人告诉我们 这个气球居然是漏气的吗 幸好现在最新的消息是 证监会已经对高领涉嫌 违规减持的行为立案调查了 那如果查明确实如此的话 我觉得这种典型的案例 真应该用上雷霆手段 罚到他们肉疼才行 希望亡羊补牢为时不晚